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王浩宇的罢免案16号就要投票了 不过因为最近出现了 两起本土的新冠肺炎案例 引发关注 中选会就出来温馨提醒大家啦 我们一定要落实 选务的防疫措施 因此规定大家的就是 居家隔离者 居家检疫者 都不可以去投票哦 但是还有一种叫做 自主健康管理者 在通知检验阴性之前 也不可以出门去投票 但有人就看到了 这样规定之后 觉得有点纳闷了 好像跟去年六月 听到的不太一样 大家还记得吗 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举办的是韩国瑜的罢免案 当时其实是爆发了 磐石舰队的群聚感染 其实老百姓对于疫情的担忧 恐怕是个心情的恐慌 不雅于现在 但当时中选会是这么规定的呢 居家隔离者 居家检疫者 当然不能投票了哦 但是自主健康管理者 是可以去投票的 怎么又不太一样了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我想一定又是因为 时工环境不同了吧 这是标准答案啦 不过这个 观众朋友 因为我一开始 我是希望韩国瑜 他能够展现他的高度 因为他是 这个全国唯一 而且第一个 这样被罢免的这个县市长 如果韩国瑜能够展现高度 去挡住这个王浩宇或是黄杰 这个这些联署 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些 因为某个程度 包括王浩宇自己太呛了 王浩宇他从之前在绿党 现在在民进党 对很多议题 为什么网友说 他是全国不分区的议员 我们只有全国不分区的立委 没有全国不分区的议员 他是开地图炮 而且他的 当然王浩宇个人的这个双标 跟这些离谱的这些言行 我就不谈了 但是一些仇恨的言论 像之前这个年改的时候 这个八百壮事 有人不信 王浩宇在脸书写八百减一 写这种东西 实在是非常 所以王浩宇我不听他辩护 但是各位朋友 如果因为这样的罢免 因为他困难度很高 门槛很高 王浩宇的得票才一万多票 你现在要八万多票去把它罢免掉 我认为是这个太困难了 但是我跟观众朋友 其实我个人 我最想罢免的是这个陈伯伟 因为时间还没到 要二月一号才可以开始这个 但是这些我认为是源源相报 而且我非常不看好 礼拜六罢免投票的那个投票率 主要是投票率的问题 而不是说王浩宇做得有多好 那我这边也要奉劝浩宇兄说 如果罢免没有通过的时候 请你维持这段时间的几年盛行 你不要罢免 罢免没过之后 你就出来那边递递 他会非常嚣张 给他挂个免死金牌 因为我们只能罢免一次 在他任期之间是不能再提罢免的 你不要挂了免死金牌 然后就去这个我行 我相信王浩宇也能够感受到 政坛的这个冷暖 你看他帮民进党这么卖命 可是当他被罢免的时候 这个他有最后提个这个蓝绿的部分 你看在罢免韩国瑜的时候 民进党跟绿营那些侧义 是怎么出钱出力的 什么We care Who care 什么 大家在那里 人是这样在罢免韩国瑜 那你看罢免王浩宇 我刚刚有事先问郑立文 所以我讲比较安心一点 国民党有35个立委 明天的晚会只有10个人要去 我很想请问另外25个国民党立委 你是你 你有真的有事情没法到去吗 人家民进党是这样子的 在拉韩国瑜下来 可是国民党在拉王浩宇的这个chill 真的差很多 对 其实也让人想起 在当时罢韩的时候 指挥官陈时中是有说话的 他说这居家检疫者 居家隔离者 能不能够去投票呢 其实我的内心倾向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现在要罢免王浩宇了 但是条件不大一样 所以好像又更严格了 那么要让人担心说 是不是投票率不会太高 其实这次有个人出来对赌 罢王总部的执行长 他抛下一个震撼单 他说如果罢王失败的话 他辞掉中立区 信义里里长一职 但是现在看起来 其实因为台湾的制度的关系 要罢免掉这个不分区的议员 好像很困难 不分区的议员 他已经是自己独树一格了 那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此利恶利一开 就是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样 罢韩的时候 其实我的态度跟这个辉文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恶力 是不该开的 因为选举输赢 大家就应该要接受 这个选举的结果 总是给人家空间表现 但是他们的罢韩 还是执意必须到底 然后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双标 当时怎么样的偷跑 怎么样的按住 然后即便有这么严重的盘石剑的疫情 也都无所谓 但现在罢免王浩宇的原因 就在于说 他其实真的是太超过了 我觉得会对台湾的民主 设立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范例 让年轻人以为要从政 就要像他这样秀下线 然后他其实就是为了喉马 为了刷存在感 可以不惜 没有任何道德的界限 随意的乱修理人家 骂人家 消遣人家 包括我觉得真的是 这已经是一个底线了 他怎么可以讲说 有欧巴尔上去菜市场买猪肉的时候 问说有没有赛德克巴来 他就是把原住民赛德克巴来 然后把它比喻成莱克多巴胺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都没有办法接受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恶意污蔑自己 原住民族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应该下台不止一次了 因为他这样的行径不止一次了 然后他是所有的蓝绿白 全部都被他骂完了 统统被他骂骗了 他自己是外交 他是圣人吗 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错误 完美的一个圣人吗 不是 他根本就是剩下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罢免 当然门槛很高 也是第一次 结果会怎么样 不晓得 但我问地方的议员立委 他们似乎都是审慎的乐观 都觉得说他真的是犯众怒 所以只要礼拜六 大家都出来投票的话 其实几率还是存在的 那希望这一次能够给他一个教训 也能够给所有年轻人 让他们知道 从政不是这样从政的 否则的话 他如果再让他过了 我跟你讲 后面还抓不住 比谁都比较臭 比谁都比较厉害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